總統蔡英文2號出席全國反毒會議 並且頒獎給反毒有功人士 蔡英文也在會中宣示 只要他做總統的一天 毒品掃蕩是第一優先 因為反毒是建立社會安全網的第一步 今年4月因為毒販開車拒捕 結果撞死一位放學之後 要去麻麻棉攤道幫忙的郭小女童 不幸事件引起關注 總統蔡英文3號出席全國反毒會議 並且在會中提到 建立社會安全網反毒系第一步 宣示政府加強反毒的決心 法務部統計 目前監獄的受刑人犯 有40%是跟毒品有關的 其他的犯罪案件也跟毒品有部分牽連 蔡英文強調 他在任內絕不放任毒品泛濫 尤其是家長最擔心的校園毒品問題 而且毒販背後潛在因素 包括家庭、社交等問題 不能單純處罰和排斥 需要更多社會支持 讓邊緣人被社會安全網接住 只能夠根本解決問題 蔡英文要求防製毒品 必須做到跨步會 而反毒的數字只是用來參考的 不是用數字來去粉飾太平 政府反毒成效好不好 人民心中自有一把尺 都會讓人來參考的 不斷有限 旁邊緣人被驚訝